如果我們這邊可以變成 藍白河的這個 特定示範區的話 那我覺得也蠻好的 不甩黨記高喊藍白河 全是因為代表國民黨出陣 新穎南松山的北市議員 徐巧新 被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低調禮讓 你會不會覺得這部分 自己有點受寵若驚 對啊 沒有 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看了那個節目之後 才知道的 我上一次跟柯文哲的私下見面 其實我也有公開出來 就是我在初選期間 那跟他吃涼麵的這一段 我們應該是在共同的理念 跟價值上面 一起為了國家去做努力 強調自己毫不知情 因為民眾黨傳出 部分區立委吳新穎 也有意出陣姓毅南松山 卻被柯主席極力阻止 我們在這一次的確是 偏向保守 因為資源有限 也進不起這樣損耗 我這有跟吳新穎講說 要選松信 要嘛就要選贏 民眾黨的好處是 表面上看起來是一人政黨 但是其實我們要選決會 最後還是要投票 吳新穎也回應 今年選戰絕對不會缺席 但就怕沒有輸的本錢 柯主席立委不舉可不敢大意 不過其實民眾黨 早有一派吳新穎出戰新竹市立委 卻遲遲沒答應 柯文哲腦筋動到親妹妹柯美蘭身上 跟哥哥柯文哲都是學霸 柯美蘭也是醫生正在台大醫院新竹分院擔任遠科主治醫師 但面對突如其來的政治路 柯美蘭意願看起來不太大 民眾黨區立委怎麼布局 才能爭取席次最大化 恐怕讓柯主席一個頭兩個大 靜山王你不會用再辦法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